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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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朝廷控品 今日百姓佳肴 如今通江婴儿头顶着平泥燕窝的光环 已经走入寻常百姓家 而且当地政府定期组织 以通江婴儿为主题的推广活动 通过举办特色商品展销会 塞尔会 拍卖会 招商引资洽谈会等多项活动 加强了通江县特色农产品资源的 对外交流合作 2004年 通江婴儿获得由国家质检总局审定的 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2011年 经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审定 被授予绿色食品证书 婴儿联子钢呢 我还真是不陌生 家里边经常会给做 不过来到咱们通江了 当然要尝尝咱们通江的婴儿莲子钢 那里尝一下有什么不同 这婴儿嚼到嘴里啊 感觉特别的软糯 对 通江本地的婴儿 它因为品质非常高 所以我们制作出来的婴儿莲子钢 口感非常独特 不仅是这口感特别 而且我刚才用勺这么一碗啊 汤汁非常的粘稠 而且熬出来呢 颜色也特别的白 我们这个通江银耳莲子钢 不光是品质要非常好 在我们制作的同时也有一定的技巧 还有技巧呢 那我得赶紧跟您学两招 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这道家常的银耳莲子钢 通江县的师傅们又有什么门道呢 我们拭目以待 你看这就是我们挑选好的银耳 我们现在准备开始发泡它 那我们是用冷水发泡 还是用热水发泡 用这个冷水发泡它 嘿 银耳莲子钢这座门道一 有了 发泡银耳要用冷水 千万不要用热水 否则银耳的营养元素 那就白白损失了 这个银耳就算是泡发好了 对 好 先放入这个银耳 那我们是用冷水煮呢 还是用热水啊 我用这个冷水煮 冷水煮 嘿 又有了 银耳莲子钢制作门道二 煮银耳也要用冷水 这对于提升银耳的口感 可是大有帮助 那我们这个大概要煮多长时间 一般就是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吧 那火猴应该怎么掌握呢 火猴就这个一直小火 一直慢炖 哦 用小火慢炖 嗯 您看这炖好的银耳莲子羹 汤汁非常的洁白粘稠 让人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 掌握正确的烹饪技巧是重头戏 这没错 可咱千万别忽略了制作的食材 银耳 那才是根本 记者小郭看到厨房里有师傅 正在挑选银耳 过去聊聊吧 师傅您好 您是在挑选银耳吗 对啊 这是我们今天刚进的银耳 那您是怎么选的呀 要选这种米白色或者米黄色 而且还像这种耳机比较小的 哦 要选这个米白色或者米黄色 耳机还要比较小 对 那我们从哪才能找到像您说的这种银耳啊 这个要带我们 这里不仅是群山环绕 对 你看它这个四周群山环绕 云雾辽着 特别是会生产高品质银耳 也就是说啊 这长高品质的银耳跟咱们这当地的自然条件有关系 是的 比如我们这个选择远离住家福 远离交通组干燥 远离工厂物产 水质铁别优良 记者小郭和银科所的张老师边走边聊 高品质银耳依托的产地环境是没得说了 不过银耳到底在哪里呢 不用我说你也猜得到 他们就在这些一排排好像蔬菜大棚的建筑内 种植户管这叫耳塘 我们进去看一下好吗 好呀 哦这里边就是耳塘啊 是的 哎你别说这里边银耳还真是不少 哎您看这上面 有大的有小的 哦是这我大概数了数 这上面得十好几个 哎这下面也特别多 这银耳还真大 这个银耳特别大 啊它颜色啊非常的洁白 哎然后还很很有弹性 我摸摸这耳片 嗯耳片很厚实也很光滑 哎还有黏性啊 还有一种黏黏的感觉 对对对 嘿小郭 瞧你这兴奋劲 平日里只见过超市里甘制品银耳的你 这下子可开眼了吧 可这让它开眼的不止只是那些新鲜的银耳 哎张老师咱们这银耳都是生长在这一截一截的木头断上吗 对我们管的这个叫做菌方 其实大致上的野生银耳就是生产朽不上 我们就是模仿野生银耳这种生产的状态 那这种方式叫什么呀 断木栽培方式 断木栽培 对 哎那这个断木的断是带木子旁的断呢 还是这分段的断啊 不是带木方的断是分段的断 我们是将石灰银耳生长的树种砍发后 将枝干聚成断 结上种选择石灰银耳生长的状态 进行人工工具的管理 既然是在木头上种植银耳 那这木材的品质和银耳的质量与安全 就是紧密挂钩了 听张老师讲 通江县当地主要以青钢树作为银耳的栽培材料 在这家种植基地周边的山坡上 常年生长着大量的青钢树 那些山林野地历来就是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种植地 生态环境良好 所以选择这些青钢木作为生产断木银耳的栽培材料 也就从源头上保证了银耳的安全 每一年这个由县林野局校导计划 我们城好乡每一年都在一千多方 这个然后由我们乡政府发文到各村 由农副申请审配以后 核发林木采发许可证 持有林木采发许可证的农户 依照当地林野部门的相关规定 有计划有步骤的对青钢树进行轮法 通江银耳对青钢树的轮法讲究 做期砍霸 这做期砍霸是当地民间银耳 种植行业内流传的俗语 实质上指的是青钢树的轮法期 就是指要选择的青钢树 生长期已满七年时间 在第八年砍伐后 才用于银耳的种植 按照林野采发计划小达地 到了十公分以上就可以进行采访 有一位是三十六公分 找到一个标准 可以砍 这是通江县陈和乡林野站的工作人员 在对青钢树砍伐进行现场指导 为了更好的保护和利用林木资源 保持通江银耳生产的持续性 配套实施轮法制度的同时 当地林野部门在轮法期 还要派出专人进行监督指导 关于耳林的持续发展 当地林野部门会对西厨林地 有计划的捕植幼苗 而且青钢树的繁殖能力较强 每年会结很多种子 这样在耳林里又会自然生长出更多的幼苗 被砍伐后的青钢树 树桩大多是不会死的 第二年又开始发芽抽枝 长到八十至一百二十厘米 经过七到八年的生长 可再次进行取材 以满足断木银耳的栽培之用了 当气温稳定在十五至十八摄氏度时 时间约在每年三至四月份的时候 而农们就开始忙着接种了 由于在通江县银耳是主打的农业产品 所以当地政府为了保证菌种来源的正规 以及性状的优良 一九九七年成立了通江县银耳科学技术研究所 专门负责银耳品种的选域 技术培训和推广 这些工作都对生产出的银耳品质有所保证 耳聋们将接好军众的军棒 马放成井姿形架 盖上塑料薄膜 进入发菌培养阶段 五十天后 军棒就可以进入耳堂了 生产上称之为排堂 排堂前 堂内和四周 必须先用生石灰进行消毒 保持堂内清洁卫生 江老师 咱们这些军棒摆放的还挺有规律的 你看这有横的 有树的 然后又有横的 这个是为什么呀 我们管这种叫做离木方式 离木方式里面有人字形 十字形 这家儿方的摆放叫做十字形 混树都是垂直摆放的 这还真是横树垂直 可是咱们竖着摆放的这军棒 它直接接触咱们的地面 地面这么潮湿 难道不怕它腐烂吗 那不怕 因为军棒的含水量是银耳高层的 比较条件 我们这里图长长年十度偏大 就是让军棒的一头 接触潮湿地面 吸收水分 供给银耳生长 为了吸收水分 是的 那这横着的军棒 两端都不接触地面 它怎么吸收水分呢 这就是相似在我们日上工作的桥头 那边正在做这个工作 我们回去看一下好不好 好 你看 这个师傅正在对这个军棒 混着速度进行桥头 如此寻浮往返 我们是每隔七天会时间挑一次 七到十天 七到十天 一个月挑三次 嗯 有道理 要想让银耳长得好 军棒的水分补充 那得跟得上 直接从潮湿的土壤里吸取水分 也是一个高招 不过 光靠这个办法可能还不够 还得通过人工给它补点水分 方法就是喷水 喷的水 也就是银耳生产用水 经取样检验 同样符合绿色食品认证标准中的 加工用水要求 张老师 我看咱们这耳塘的墙壁上都涂了泥巴 而且给人感觉的也很古朴 不是表面涂了泥 都是泥座的墙 泥座的墙 为什么不用砖墙呢 砖墙它吸水性比较强 对银耳生长来说 环境湿度要求是一个重要的指标 像这个银耳塘 我们要求的湿度是百分之九十 砖到吸水比泥巴强 它会吸掉糖的更多的水分 降低了湿度 有点意思 没想到耳塘湿度的保持和建筑材料的关系有这么大 这又是保障银耳生长所需水分的一个好方法 咱和张老师接着聊 我看咱们这也有塑料薄膜 那为什么不用塑料薄膜做墙呢 用塑料薄膜做墙 它也不吸水 而且成本也更低 塑料薄膜它太薄了 四周的光线它会照进耳塘 像这个耳塘我们规定的温度是23至25度 要求是横温度 如果是采用塑料薄膜的话 四周的光线照进来 我们这个耳塘的温度就不好控制 如果是横温的话 难度就更大了 看来用泥做墙还是很科学的 对 它这个墙主要是组个温度 一般的时候 它的厚度是要求30厘米 30厘米 厚度以后 它的组个温度效果也好 是这样的 是的 您还别说 这传统的泥巴墙还真挺给力 耳塘的保湿保温 全和它说得上话 不过 看到这儿 您是不是感觉这银耳 真是有点焦滴滴 用咱老百姓的话说 它不皮实 温时度的管控都得是精心备制 出不得一点岔子 也不知道 这婴儿要是闹个小病小灾的 可怎么应对 几只小锅带着这个问题 却跟着张老师出了耳塘 这是怎么回事呢 张老师 这是哪儿啊 这是炸油房 那这机器是干嘛用的呀 这是炸菜籽油的 不对呀 今天我是来看这银耳的 您怎么带我来这炸油房啊 先别急 我给你介绍 这边是出油的 这边是那个菜籽油饼 我们现在先省一部分菜籽油饼回家 好吧 张老师和小锅带着菜籽油饼 又回到了婴儿种植基地 到了耳塘附近 张老师开始忙活起来了 有意思 只见张老师把猪油白糖和菜籽饼 混合起来 搅拌成稀糊糊状 进耳塘后 把它像做锅似的 放在一个坑里了 嗯 这个味道闻起来特别的香 对啊 这个就是香 这个香不是给人来闻的 是来用杀我们银耳生产过程 上进来蛮虫 蛮虫的 是来杀蛮虫的 对 这个蛮虫是我们银耳生产过程中 最大的虫害之一 它是肉样是看不到的 对银耳的产量 与其他危害 满虫 俗称菌师 菌蜘蛛 鼠 猪网钢 皮满目 是食用菌害虫的主要类群 满虫体型微小 体长在一毫米左右 您这放了一些油饼 又加了猪油和白糖 这样就可以杀灭满虫了 对 它主要是利用白糖的甜味 猪油和油酷的香味 把满虫吸引过来 粘在上面 就自然杀掉了 这还真是个土办法 它管用吗 管用 这种方法我们长期使用 您别看这办法土 但管用 这在学术界里也是有依据的 叫气味诱沙 是生物防治的一种 在通江县当地 这种菜籽饼 猪油和水 搅拌成的玄酌液 带有一定的香味和粘度 耳膿就是利用它的香味 作为吸引满虫的诱饵 当满虫闻到香味进入气敏 而吸食液体的时候 它就会被粘住 而且无法脱身了 诶 张老师 这个是什么呀 这个是太阳的杀虫灯 因为银液生产 七八一份高温气 糖内的藕类提别多 要让灯光 把藕类吸引过来 把藕类杀死 不让藕类的虫暖 飘移到银液糖内去 对银液进行污染 这些鹅类包括 鞋纹野鹅 小菜鹅 白鹅 灯鹅等 它们不仅会危害银儿本身 而且还会带来 其他病原微生物 如各种杂菌和霉菌 刚才咱们在耳塘里边 看的这个方法是杀死蛮虫 而现在屋外的灯 是杀死耳塘外的 鹅类等昆虫 是吧 是的 咱们的记者小郭 挺有才嘛 很善于总结 在绿色食品农药 使用准则里指出 对于有害生物防治 应尽量利用物理和生物措施 这里的做法是 通过气味诱沙 抑制耳塘内的满虫 使用杀虫灯 来诱沙耳塘外的鹅类 正所谓理应外合 各有分工 我们刚才看的是杀虫 现在我看一下是杀菌 它们现在正在用生死灰 对这个地面进行杀菌 生死灰啊 生死灰杀菌它是没产力的 它既有一个抑制 断目表面杂菌自身 又能够提高银儿的产量 哦 这样啊 对于耳农 所谓杀菌的对象 主要指的是杂菌 是耳农们生产中的大敌 这些杂菌主要有青霉 木霉 驱霉等 我们先来看看 青霉和驱霉的基本结构 网状的部分就是菌丝 直立状态的菌丝顶端 呈现出的扫住状 或者是放射状的都是包子 其中菌丝的功能主要是吸取营养物质 包子的主要功能是繁殖 包子很轻 可以飘散到各处 在适宜的环境条件下 每个包子都能发育成一个新的个体 那么 如果包子飘落到断木上 极有可能发育出菌丝 在断木中与银耳争夺养料和水分 轻者抑制银耳的生长 重者则导致银耳根本无法成活 生产事件中 耳农们的有效措施 是对断木和环境分别进行处理 当青钢木被分段截取后 断木的切口处容易感染杂菌 在切口处 涂抹上石灰水 可以有效的阻止杂菌菌丝或包子 从伤口进入断木 第二个措施就是对环境的处理 排堂前 在地面撒上生石灰 目的就是对环境进行消毒 减少菌原基础 生石灰化学成分为氧化钙 可以直接杀死土壤表面的杂菌菌丝 包子等 同时 耳房内的空气 地面非常潮湿 生石灰就与水发生化学反应 产生氢氧化钙 氢氧化钙呈现强碱性 杂菌菌丝不能在强碱环境中生长发育 包子也不能萌发 银耳可以有效减少菌原基数 从而起到消毒杀菌的目的 此外 除了排堂前 在银耳的后续管理中 也可以根据生产的实际需要 利用生石灰 再次对耳塘内的环境进行追加处理 您看到了 通江县陈和乡种植银耳的做法 他们利用物理和生物措施来防止虫害 以生石灰作为杀菌的主打武器 我们觉得只要是让咱消费者在食品安全上 能踏实放心 因甭管是土办法还是高科技 那都可以多多益善 几天的游通江寻美食之旅结束了 真没想到银耳在生产的安全把控上 竟然有这么大的学问 产地环境 虫害防治 消毒杀菌 各个是重点 各个有讲究 我们相信在通江县当地 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 再加上落实到位的安全生产措施 一定能为您的餐桌 增添更多的放心银耳 好了朋友们 本期节目就是以上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关注 如果您想查询栏目的更多内容或信息 可以登陆中国网络电视台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